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啊 没人 秀珠哥 你的充电器 都忙英了 刚还在找呢 昨天看你睡觉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我都没有给你画过一幅画 不过呢 记得啊 不管再累也要好好睡觉 谢了啊 你学他干吗 你们海报的创意啊 就是他的点子 有人在我的党夫玻璃前 放了一张海报 我受了点启发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交差 我就说秀珠哥 怎么这么快就开了项目的灵魂 原来是有外缘啊 费心了 推广的事情你有想法吗 不过现在你钱确实是太少了 在找那画画的呗 他喜欢你 什么忙都愿意帮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还是真不挑啊 你什么意思啊 看来朱小姐挑男人的眼光 还真是不怎么样 你学你差不多得了 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啊 我说你差不多得了 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啊 那画画地跟你表过白了吗 不会又什么自己自作多情吧 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地 侮辱别人吧 我就算跟他在一起了 那又怎么样 我欠你的吗 我是喜欢过你 那又怎么样 你去街上随便问问 谁还记得自己 十八岁爱过的人啊 你大一的时候就爱上我了 可惜那会儿我对你 根本就没感觉 你接着装 我只记得 有人最爱坐在我身边 从上课开始盯我 一直盯到下课 我课上随便画的流程图 养宝贝养简总 你告诉我那是谁 你告诉我那是谁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有人为了认识我 在食堂 故意偷吃我的饭 程序课总是最后一个走 就是为了抗我上级作业 白花鸡巴和您做头发 来跟我表白 什么怕我别人给抢走了 最可笑的就是 有人最爱说这些幼稚的话 你选我吧 我绝不背叛你 你 该说不说 有点过 大老爷们发什么揍账呢 不是你今天这话真能过分 那不错人姑娘 你也不想想 就你这条件 不是人家天天保着你 你连工作都找不着 还能在这儿看书 那活不都人家干的吗 就这些都不说 就人家买 买那一块刑卡 够我们预约工资了 还真是 要谁送我一块泰坦 我直接挂岛子的是 你都别再废话 谁啊 没人 没人 秀珠哥 你的充电器 都盲婴了 刚还在找呢 昨天看你睡觉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我都没有给你画过一幅画 不过呢 记得啊 不管再累也要好好睡觉 谢了啊 你学他干吗 你们海报的创意啊 就是他的点子 有人在我党夫玻璃前 放了一张海报 我受了点启发 不然怎么可能 这么快交差 我就说修竹哥 怎么这么快就开了 项目的灵魂 原来是有问题的 有外缘啊 费心了 推广的事情你有想法吗 不过现在你钱 确实是太少了 在找那画画呗 他喜欢你 什么忙都愿意帮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还是真不挑啊 你什么意思啊 看来朱小姐挑男人的眼光 还真是不怎么样 你学你差不多得了 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啊 我说你差不多得了 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啊 那画画的 跟你表过白了吗 不会又什么自己 自作多情吧 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地 侮辱别人吧 我就算跟他在一起了 那又怎么样 我欠你的吗 我是喜欢过你 那又怎么样 你去街上随便问问 谁还记得自己 十八岁爱过的人啊 你大一的时候就爱上我了 可惜那会儿我对你 根本就没感觉 你接着装 我只记得 有人就爱坐在我身边 从上课开始盯我 一直盯到下课 我课上随便画的流程图 养宝贝养简总 你告诉我那是谁 我还记得 有人为了认识我 在食堂 故意偷吃我的饭 程序课总是最后一个走 就是为了抗着圣机作业 还花几把困难做头发 来跟我表白 什么怕我被人给抢走了 最可笑的就是 有人最爱说这些幼稚的话 你选我吧 我绝不逮叛你 你 该说不说 有点过 大老爷们儿 发什么作证呢 不是 你今天这话真能过分 那不错啊 咱姑娘 你也不想想 就你这条件 不是人家天天保着你 你连工作都找不着 还能在这儿看书 那活不都人家干的吗 就这些都不说 就人家买那一块刑卡 够我们一约工资了 还真是 要谁送我一块泰坦 我直接挂岛子的事 你们都别再废话 你们都别再废话